到自住洗衣店洗衣服时 如果加多了洗衣粉 很可能导致大量的泡沫溢出来 下面这名女高中生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那天晚上十点半左右 洗衣店老板接到这名女学生的电话 他说自己不知道洗衣机里本来就有洗衣粉 不小心多加了自备的洗衣粉 结果启动机器后溢出来好多泡沫 留的地板上到处都是 他联络老板 是想问问现场有没有工序 想借来清理干净 时心向下三角老板听到后跟女学生说没关系 等我明天处理就好 他开启店里的监视录影器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泡沫溢出的面积非常大 没想到过没多久 竟看到那名女学生拿着不知道从哪里借的拖把回来 花了近二十分钟 默默将地面收拾干净 时心向下三角洗衣店老板非常感动 他将录影画面抛到爆料公社上 并说自住洗衣店经常遇到一些客人 用洗衣粉就像不用钱一样加很多 导致泡沫外流 弄的地板上到处都是 这位女学生愿意主动负责清理 让老板忍不住赞到诚实又努力收拾的客人 我们心存感谢 这运动服左胸有写中二中 顶得教育该称赞 网友们看到这件事后纷纷表示 道得满分 这种客人该发VIP了 现在有这种负责心态的人不好找了 优秀 家庭教育很成功 直接送免费洗衣一次 教养成功 这件事引发网友讨论 台中二中也出面证实 监视器中的女生确实是校内学生 赞许她是勇于负责的好榜样 这个孩子非常棒